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台股開屏震盪整理 那麼以指數的觀點 今天是水波無痕 但是個股的表現上面 就相當的精彩 當然我們昨天針對這個行情 走到了今天 技術行檯上面來看 今天大盤 這一波往上爆量之後 往上爆量之後10882點 那麼當然隔一天 開盤沒有變盤 是屬於多方持續往上盤進的格局 到了今天第三天 那麼很多人就在問說 徐老師在這邊 是不是要改成權力做多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以盤面上面的結構來看 這一波我們給大家另外一個觀點 就是 大家去回想 我們之前在講說 多空意味點在10701點對不對 那沒破之前 注意弱勢股 那這一波多空意味點站上之後 新的多空意味點在哪裡 新的多空意味點變成這個缺口的上緣 10787點 簡單的來講 如果你現在選擇做多 我覺得是可以的 為什麼 沒有跌破之前 你在操作上面 就像我昨天講一檔股票嘛 8086的宏傑科 今天直接跳空開高 往上再創波段新高對不對 但是今天也有破底的股票 2337的望虹 盤中再度跌破波段低點 所以針對這個行情 我給大家一個結論 在多空意味點沒破之前 這個行情我稱之為太極行情 什麼叫太極 太極分陰陽嘛對不對 如果你現在看強勢的股票 簡單的來說 就是強者恒強 你想做多的 記得去買強勢股 但是有一個先決條件 破線的你要砍 一定要砍 來 弱者恒弱 反彈上來你要賣 這個我們今天看到一個大型股 2308 2338 來 我們看到這樣大型股 2383的台光電 這一波如果反彈上來 如果你沒出 現在要準備快破底對不對 所以 我們在看這個行情的時候 我認為 這一波行情走到這邊 當然 量出價有漲 你不能否認 還是有很多的股票 會創波段新高 但是你也不能去否認 有些股票 大盤都創新高了 他還是破底 所以 接下來 如果這個多空意味點 聽好喔 這個多空意味點 10787點沒有破 你就繼續去做你的太極行情 但是反過頭來講 如果這個點一旦破 強者恒強你要把它刪除掉 變成去找高檔反轉下來的股票 或者是弱者恒弱的股票來放空 所以簡單來講 這一波台股在變盤之前 金融股發動的時候 當台股爆出巨量 這都是一個轉折 所以我當天設定 我說我們沒有一定要空一定要多 但是你看K線圖 技術形態上面來說 爆量之後 留十字紅體 那麼就要往上開高 對不對 開高之後 一要補量 二要過高 以目前大盤的格局來看 大盤並沒有補量 也沒有過高 但是多方還是沒有去 回補 這個多空意味點 所以現在短線上面是多方控盤 既然它叫多方控盤 選股上面就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昨天在LINE群組 跟FB團隊裡面都告訴大家 如果現在你要做多 你要選擇這種強很強的股票做 但是不是叫你追經電 那這種弱很弱的股票 你千萬不要攤平 因為沒有人想要 所以我說做多投資朋友 太極行情一出來 突破的時候像宏傑科 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對不對 但是太極行情裡面 也有弱著很弱的股票 當然很多人現在覺得很訝異 這一波的行情裡面 最近會來找我們的投資朋友 大部分都有一個共通的毛病 也就是我們講說殘念 那麼指數創新高了 我的股票為什麼破底對不對 那過去三個月是這樣子 未來三個月也可能都是這個樣子 除非多空異位點跌破 所以我要跟你講說 之前我們在講雨天備案 10月18號正式啟動 有的股票跌到下市啊 有的股票還在跌 像4721的美奇馬 你說這一波有人再搶反彈嗎 根本就沒有對不對 所以我們強調的是 既然你要追逐熱門的標的 那就請找最強的股票去追 那反過頭來講 如果你想放空 當然去挑兩種 一種叫弱橫弱 一種叫高檔轉弱 所以我們在這邊告訴大家 當天爆量的時候 我說會套勞股票它都是追來的 那你說徐老師 哇這樣我聽了母煞煞 到底是要追還是要空 那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想追的 你今天不會看我的節目 因為我是偏保守 但是我偏保守過程裡面 我也告訴你 你是追股票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一旦破線記得要走 這種反轉型態一出來 你不走 後面留給你的叫盤跌 懂嗎 所以回過頭來講 我們昨天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現在全部都印證了 對不對 我說台股來到10882點 金融突破當主流 趕快看你手上的股票 是不是賺指數賠價差 我記得我在11月16號的時候 告訴過大家 趨勢啊 是股價的好朋友 當時我提醒過你 所有LINE群組 跟FB團隊的成員 你一定看過這一張 三星史無前例撒錢 擴充半導體 我節目短短10分鐘 但是你手機拿起來 可以看一整天 沒有問題 當時我們放空的股票 掉2337的旺宏嗎 純no flash的股票 當天急殺補一半對不對 殺完之後 49塊錢季線附近再空回來 結果你知道嗎 一個由勝而摔的產業 後面引爆的就是什麼 賣壓 所以今天開盤的時候見低點 我帶領我的會員先短補一趟 因為全市場都知道了 居然有一檔股票 2337的旺宏 在台股創萬點新高之際 居然逆勢破季線對不對 那這樣子一來一回 不多啦 如果你是我 來回做價差 今天是7%落袋 當然 他走完了沒 對於我來講 如果一個產業反轉向下 他有的機會 是空第三趟 第四趟 第五趟 第六趟 空到第十趟都沒問題 只要他還會跌 所以我今天要告訴你一個問題 旺宏早上我補完之後 現在翻紅 你手上有多單的 請你要記得 趨勢一旦成形 有反彈的股票 你記得要走 來回過頭來講 那我們再驗證一個 你手機拿起來 參加我們的LINE群組 那麼你會看到這個即時訊息 這是我們昨天 這個黑黑的這邊 這是我們昨天在講尼克森 那麼你知道嗎 我用的是淨色圖 這是淨色圖 我要講說 有一檔股票 季線快離過大 對不對 怎麼看都不合理 因為在這邊爆量了 那我們 昨天就進場放空他 那為什麼放空他 昨天利多見報啊 哇不得了 居然交會延到三個月以後 你現在給我訂 我三個月就給你對不對 能見度看到明年三元 哇這個比台積電還厲害 結果你知道嗎 我說好到不行 為什麼有人在賣 結果我進場空之後 今天分盤交易啊 居然跌停板 好到不行有人在賣 為什麼 10月的營收 我不得了出來的話 年間兩成 當然跌停說死啊 對不對 那今天跟你講 漲停板的人應該不稀奇啦 漲停板上市家上櫃 多少家 16家嘛 可是跌停板就只有我一家 尼克森 所以當然我的會員是很高興啦 居然可以抓到全市長 今天 唯一一檔 跌停板的股票 空五十塊錢 掉下來 所以 我也印了一張圖卡 給我的會員當留念 那這樣子的行情 會不斷的重演 只要強勢股一反轉 為什麼會反轉 因為基本面嘛 對不對 全市場唯一跌停說死的 就是我手上的空單 尼克森 所以有很多的股票 我們在這一波講過 我說 像3504的陽明光 這都帶過去就好 之前有反彈對不對 老闆上報紙漲停板 結果你知道嗎 今天又套了 太極行情 弱勢股反彈你要走 所以有些準備高檔反轉的股票 你要記得 千萬不要亂追了 千萬不要亂追了 可以放空 那弱勢股裡面 當然 GIS 我們之前做了三趟 一趟 兩趟 現在空第四趟了 對不對 第四趟 你要特別留意喔 6456GIS 最近走勢很弱 小心這一段再來一次喔 小心 因為 太極行情裡面 你可以做多 你也可以放空 重點是 有價差賺最好 所以好好的把握這一波行情 記得 弱者橫弱的股票 反彈起來 都要賣 出個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大賺券 無不當制裁 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